展览之前大家都很紧张 这个心态大家都会有 那您说的紧张 肯定有创作时间的紧张 不光时间给我很充足 但是在这里面是有很多 就是个人的要求嘛 我希望能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 这次展是在哪个 在香港 香港巴塞尔的 可能面对香港的一些观众吧 但都好了 个展准备过军中 就准备了一半了 觉得有点不太满意 觉得很迷茫 有没有那种情况 肯定会有 最后那一张就是 因为已经快运转了 还有一个星期 其他三张已经拍完照了 那一张我就一直不知道怎么画 在这个星期之前 我基本上就是特别特别焦虑 包括晚上睡觉再想那张画 一般个展之后是什么 就个展开幕之后 什么照片 作品离开工作室的时候 放入一个新的环境里 会产生一些陌生感 有时候感觉是在看别人的作品 是吗 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 那您准备完香港巴塞尔的展览 能放松一下吗 工作其实可以让我放松 我每天 如果真的是不想话 我喜欢待在工作室里去 哪怕你什么都不做 对 好 谢谢